那邱玉凱跟這個張靜遠 兩個是這個師徒是要一起談的 邱玉凱就是他以前的網軍頭子 後來繼續關說兵役問題啊什麼 好 那就暫時打回冷宮 那就沉淺一下跑去當了一陣的副理 就是這個銀行的副理 就是那個張靜遠的首相永鋒金 一下就回來 他當然也有程度喔 他是練商學院的 他程度是好的 然後呢 海外賬戶最厲害是誰 冷錢包這些 但是張靜遠就很厲害 台灣前幾名啊 那他的師大徒弟也學了不少本利 就弄回來當悠悠卡的總經理 你知道我們所有的四大公司 悠悠卡這些大概就是16萬 年薪就13乘以13.5 大概就是200萬 年中獎金收入 那張靜遠就介紹 就怎麼樣 他多重視張靜遠啊 張靜遠就跟他講 哎呀這個徒弟邱玉凱 他那個總經理喔 很有創意 你們可以轉投資啊幹嘛 可以賺很多錢啊等等 就給他加薪到400萬 哇 你說本來悠悠卡總經理的 就是200 總經理也是200 都是200好不好 可以說加就加 對那完全沒有規矩 你們議員是在做什麼 會不會議員就翻臉啊 雨晴有畫欄 報紙也登電視 就不敢 又退回200 議員沒有翻臉 就是400了好不好 對說加錢就加錢 今天重點不是邱玉凱 邱玉凱當然重點 所以悠悠卡公司 也是在邱玉凱的手底下上櫃的嗎 對 這他搞的 就是陳老闆的旨意 把這個市政府的大金庫 變成銀行的金庫 而且那個時間點是什麼時間點 是柯文哲已經要卸任的前兩個月 然後拍定讓他上櫃 讓他上櫃 然後呢 後來蔣萬安居然就買單了 蔣萬安上任之後 最後他拍定 他居然就給他簽名 最重要的是 後來被議員檢討之後 你知道嗎 我們在算資產的時候少算了 我們少算了資產 所以那個所有的股價 其實被低估的 等於柯文哲在痛罵馬英九 隨便賣掉北市營的時候 對 他對悠遊卡 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圖利財團 不然是要怎麼違法嗎 就是柯文哲的邏輯 罵完馬英九 他做同樣的事情 但他掌握權力的時候 所以我想要我請問一下小平議員 就你所知 邱佩玲不會只有一個吧 就好像益川兄問的啊 那黃珊珊有沒有在這個 金手人的名單裡面啊 那黃國昌呢 子哥小草嗎 黃國昌 張靜遠有沒有捐錢給柯文哲 黃國昌是不是 張靜遠加強力道 而水到渠成變成不分區 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知道 然後我講 他說一窩一窩的 他很簡單 他議員的便當會 然後議員是希望 這些都議員的金主也不要吹牛啦 那可是合法的幫忙金主的忙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對不對 然後他就追加 就是變成他變更好的朋友 因為行政權比我們這個 的立法權大太多了 所以他第一個管道 他是自然認識的嘛 第二個是便當會 第三個是金主認識金主 就一窩一窩 認識一個就弄一桌兄弟會 他的功夫都這樣做的嘛 我認為那一桌的人都有介紹 剛剛東豪講那個 都會朋友 黃國昌也會介紹 你說黃國昌做主桌的 都會在另外開闢新桌 就14個兄弟會啦 那邊有14個金主 他就用老鼠會的方式 這樣一直滾的 從政很好賺錢耶 我的天啊 從政一樣他這麼無恥 才可以賺很多錢好不好 你也不容易啦 這樣你知道 募款被打槍也要厚臉皮 也是我們就募不到款 人家就不捐不捐 那很丟臉耶 很尷尬嘛 他是不怕丟臉嘛 二十萬三十萬十萬 什麼錢都要 好 那我們講這個金流 他到底 今天你看檢察官很清楚 是贏錢不贏罪 我講世俗的 不要講法律了 他收了多少錢 金流被抓到 你覺得就差不多了 就交代了過去雨晴 兩億好不好 合理吧 兩億可以了吧 幾千萬我覺得都過不去啦 因為連英小微都4700萬了 好 我覺得至少兩億以上 我個人的判斷 因為 因為你看 你看光他那個茂名 就用掉1.8億了嘛 這個錢哪裡來 四面八方的錢流入大水庫 大水庫的 翡翠水庫的這個局長 就是柯文哲 大水庫全部在他這邊匯流 我認為錢已經夠了 當然現在檢察官絕對不會 輕易就放過他 他 政治上我放過你 我不傳黃珊珊 不傳誰 不傳誰 我所有的你胡鬧啊 任性我都讓你 我就是不要因為 我政治上 然後混淆了 抵消了這個 追查貪污的成果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你說檢方是沉穩的 當然嘛 我已經贏了 我就不要贏了 是啊 讓你們民眾黨去盡量 隨便你講 告訴我一翻兩瞪眼 全部打臉嘛 你對檢方這麼有信心 是我認為這個案子 一定會破得很漂亮 我個人 我認為至少有幾億的金流以上 然後可以 只是他現在要冷錢包 要那個嘛 要那個柯富雅的海外的帳戶嘛 跟艾格蒙怎麼抓 那個就是更厲害的玩意 那破的話就比 比破沉水扁的海角七一 還厲害的 還破的就得一百分了嘛 我認為八十分一定過得了關 好 那現在有幾個人非常重要 那應用消去法 大概就是他嘛 尤其他幫了柯文哲很多嘛 好 那邱玉凱跟這個張靖遠兩個是 這個師徒是要一起談的 邱玉凱就是他以前的網軍投 後來繼續關說兵役問題啊什麼 好 那就暫時打回冷宮 那就沉潛一下 跑去當了一陣子副理 就是這個銀行的副理 就是那個張靖遠的首相 永鋒金 一下就回來 他當然也有程度喔 他是練商學院的 他程度是好的 然後呢 海外帳戶最厲害是誰 冷錢包這些 當然是張靖遠 很厲害 台灣前幾名啊 那他的四大徒弟也學了不少本領 就弄回來當 悠悠卡的那個總經理 你知道我們所有的四大公司 悠悠卡這些 大概就是16萬 年薪就13乘以13.5 大概就是200萬 年中獎金收入 那張靖遠就介紹 就怎麼樣 他多重視張靖遠 張靖遠就跟他講 哎呀這個徒弟邱玉凱 他那個總經理喔 很有創意 你們可以轉投資啊幹嘛 可以賺很多錢啊等等 就給他加薪到400萬 哇 你說本來悠悠卡總經理的 就是200 是200 總經理也是200 都是200好不好 可以說加就加 那完全沒有規矩 你們議員是在做什麼 會不會議員就翻臉啊 雨晴有畫欄 報紙也登 電視就不敢 又退回200 議員沒有翻臉 就是400了好不好 對說加錢就加錢 今天重點不是邱玉凱 邱玉凱 邱玉凱當然重掉 所以悠悠卡公司也是在邱玉凱的手底下上櫃的嗎 對 這他搞的 對 就是陳老闆的旨意把這個市政府的大金庫 變成銀行的金庫 而且那個時間點是什麼時間點 是柯文哲已經要卸任的前兩個月 嗯 然後拍定 讓他上市上櫃 讓他上櫃 嗯 然後呢後來 蔣萬安居然就買單了 蔣萬安上任之後 最後他拍定 他居然就給他簽名 最重要的是 後來被議員檢討之後你知道嗎 我們在算資產的時候少算了耶 我們少算了資產 所以那個所有的股價 等於是被低估的 等於柯文哲在痛罵馬英九 隨便賣掉北市營的時候 對 他對優有卡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圖利財團 不然是要怎麼違法嗎 對啊 就是柯文哲的邏輯 罵完馬英九他做同樣的事情 但他掌握權力的時候 對 而且比較蠢的是蔣萬安就簽名 今天兩種東西是不可以 隨便上司上規 第一個是賺 像原意就不要 太賺錢我幹嘛 我何必分別人賺 我何必大眾賺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公家的人控制的 盡量不要賣掉 這是基本的原則 好 那這個忍錢包 我覺得真的要傳邱玉凱跟張靖元 好 那剛剛那個標題有講說 那重點是邱玉凱現在在哪裡 你就傳他當證人嘛 也要傳回來嘛 出國就通緝他嘛 一不回來就被告 然後 有一句話剛剛那個對得講 有什麼部署有沒有 還是漏血兩個字 不是只有救署啦 還有家屬好不好 很多 邱玉凱 張靖元 橘子 蔡壁如 黃珊珊 陳佩琪 柯富翔 全部都要傳好不好 才完整好不好 還要再兩個月才能傳完 家屬很重要 什麼只有救署重要 什麼好像都要不再聽到 太好了 였습니다 我把你們看回到 這首歌 太好了 我把你做的